那個災害的預算 好來 我再來一次跟大家講一個 我們既然到了 我再來一次跟大家講這個 言尾啦 是 議員 議員修到你 我是說 9點55分被通知的 好 OK OK 我們也能給他去吧 謝謝大家 你不要甩下去 甩下去就沒有命了 現在沒有辦法救你 這個地方危險了 拉都拉不起來 錯誤的實習啊 不應該有的 你根本沒有大腦啊 那麼各位 大家早安 我們整個把它講一次 讓大家能夠了解一下 我們用這樣子講 這個樣子大家比較 我來跟 各位媒體以及各位好朋友大家講 這個地方 並不是公園處的 計畫工程向下 也就是一種臨時性的救災預算 我們要請教 這個地方廣池已經幾十年了 有淹水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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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死台風來了也沒有 沒有淹水 如果有積水 是因為廣池的奇道 水溝公園處 帶子沒有把它牽好來 造成了肉乾地方的積水 但這個積水 有必要挖一個大的細水池 來把那些水擠進去嗎 那他是說要用不吸道 不吸道 不吸道 他說這個積水 趕快回田 小孩子很調皮喔 會爬進去 會爬進去 會爬進去玩喔 掉下去淹死 用自動滲水的方式 把這些水排掉 我看在這個底下的泥土 是一種很堅硬的私泥 它根本沒有抱有滲水的功能 它不是沙子土壤 所以它沒有滲水的功能 而且這個吸水池 是它的功效 它的功能只有 大概一年多的時間 又要馬上配合廣池開發案 又要整個把它鎖除 拿掉 我們講花了兩百多萬 跟武士說不能糾摘 沒有糾摘的 沒有糾摘的一粒 沒有激水 沒有淹水的一粒 結果來做吸水池 古時候大嶼製水是用蘇澡的方式 現在好農民製水是用圍堵的方式 就是要把所有的水把它擠到這裡來 那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我們應該要在北側的這個地方 圍裡旁邊要建這個排水溝 對 如果說它要往南地北排 它可以透過道路買一個寒管 那這個用一個集水井 那在過去那邊一樣的 可以洩水出去 如果真的有積水是用這個方式 所以我想這個是不純熟的設計 也是一個不是非常健康的想法跟做法 我們認為啦 多數的積民都認為說應該回田 自己積水的問題應該另行他法 就是說如果肉乾的積水 我們應該就積水的問題去討論 看他是能夠怎麼樣子來解決那個 極部積水的問題 而不是說用挖了一個大水池來把那個水擠進去 你的說話 剛才也有跟各位裏面說明 就是說 因為這邊就是說 以那個雨鋪滿的一個概念來做一個設計 那當然說我們這標裡面設計 也是有把那個自由來排水設施 因為自由來排水設施 有一些真的是阻塞 阻塞部分 當然我們這標裡面也有去清那個排水設施 那當然對外的這個部分 對外的部分 我們也有設計說高壓衝擊機來 來把那個對外的排水設施把它打通 讓這些水能夠排到外面去 那這一邊是因為要集部分的 就是說集部分的水擠在這個雨鋪滿的裡面 那這個水我剛才講過就是說 這個水我們會再做一個利用 比如說焦花或者灌溉之類的 大概是這樣 那剛才因為裡面都有很多意見 看到沒有刮 這裡也沒有刮的焦花 沒有 因為我們有水素來說 都沒有提供的焦 那因為我知道就是說 因為大家對這個都有疑義 那我是不是這樣子說 容許讓公元處回去再去檢討這個案子 那當然是要跟裡面溝通嗎 我不可能說 不可能說我這樣硬要硬幹 那當然跟裡面溝通 看什麼方式 是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 又能夠解決這個排水問題 是不是用這個方式來做一個處理會比較OK 那我們第一個就是 我們先要請第一個 先停工 沒有開跟裡面溝通會議之前 先回田 先回田 我這樣先回田 因為小孩子 小孩子很挑戰 小孩子會進來跑來玩 現在是水 先回田 先回田 恢復原貌 看一下這個水從哪裡來 空洞飛過來的 你有沒有看到嗎 那個是海水溝的水溝的道理 你現在說到水溝啦 你為什麼要到水溝就好了 倒流啦 那怎麼不交易搞 變成那邊倒流 往這邊流下來 那施工單位出師啊 你沒有這個概念 你沒有這個概念 你竟然水溝下水 那這工程出師自己自情負責 不要不要想要 不要回田 你坐回田 那水就是從那邊來的 欺負人 這邊沒有水嘛 裁兩天而已 水就這麼生了 颱風季節沒進來 有沒有負荷嗎 水不倒過來的奇怪 坐那條路要規避環體 好 各位來齁 你坐大陸軍應該有輸進的功能了 大家齁 不要你一人我義 要講話的人擠手 我們讓他講完話 之後的人再來講 這樣子才比較不會說 你講的話兩個同時